廚房可以說是一間屋的靈魂 是直接影響整間屋的價值 接下來每一集 Mia Kachina 聯同講心講真 邀請了一班室內設計師 教大家不同的技巧 令大家可以設計一個屬於自己的理想廚房 今天主題講空間 講空間怎麼少得我ad 喂ad 又出現 當然了怎麼少得我 Helload 今集很高興請到你做我們嘉賓 你雖然是一位知名的建築師 但是對於廚櫃收納 我想你應該不太行 其實我覺得一個好的建築師 應該由很大的屬於很小的細節 都應該做得很好 今天我就傳授六個秘訣給大家知道 這個口訣就是 角掛格級碟床 什麼角掛掛什麼 算一下 我也是逐樣介紹給大家聽 角其實就是角落的意思 在我們設計廚房的時候 很多時候會多於一個轉角位 在轉角位的時候 我們很多時候會用一個廚櫃的拉纜 去善用死角的空間 剛才你說什麼掛掛 掛掛其實就是 有時候在我們煮食旁邊的空間 我們放一些插槽 可以放我們常用的餐具 或者酒杯 所以就有什麼好處 好處就是方便我們煮食的時候 可以拿到一些常用的物品 OK Tim 我講第三招口訣給你聽 好 就是格 格?人格? 錯了 正格 格其實就是廚櫃的分格 其實我們做廚櫃設計 我們應該由大到小 都可以考慮到分格 由廚櫃整個規劃 哪一個位置 應該放些什麼功能 我們應該一個很好的分布 另外在我們設計的櫃桶的時候 裡面其實也要考慮它的大小分格 我知道 那些Inner Pocket 沒錯 那你分了不同的格 基本上你放筷子、匙羹 全部是好企利的 你找的時候就容易很多了 其實有時候有些深一點的櫃桶 可以放一些調味料的瓶 第四招 吸 吸 其實是 現在有些廚櫃的長身 我們可以用一些磁石的裝飾 但那些裝飾其實是有功能的 可以讓你放一些調味料 甚至有些磁石的帶 可以吸一些刀 撐上去 咦?其實這樣也挺型的 不錯的 那我考考你 第五招是什麼 吸來吸去嗎? 我想碟吧 好記性 碟 碟就是有時候 我們在一些廚櫃 特別是地櫃 它可能攪高身 下面的空間較大 我們有時候會做一些層架 去讓它放一些瓦碟 它帶上來 就可以增加整個收納空間 咦?這樣拎的時候都方便一點 沒錯 那最後一個是 床 最後一招 床其實就是收藏的意思 除了傳統 我們有很多拉纜 包括釣櫃上的拉纜 或者側身的拉纜 可以放到很多補部碟碟之外 其實現在有一些廚櫃 是做一些很新穎的設計 例如? 那些廚櫃上面 其實可以有些升降桌 小的可以是一些調味料 升降出來 大的可以甚至乎 整組咖啡機都可以升上去 變成高級化 這麼厲害? 沒錯 那你有沒有看過 有些 海岸上面 簡直是 櫥櫃旁 有一個隱藏式的抽油煙機 都可以升上去 嘩!正啊 即刻出來 就即刻吸進去 對 你不用的時候 按下它 它整個海岸是平的 你可以當平時 英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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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到這麼多正的東西 不如我們去 玩一下 Let's go 聽到這一集 相信大家認識了很多收納空間的小貼士 下集見啦